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來聊一聊福建號 作為中國第三艘航空母艦 那一直之前有網路上的消息 甲板裂開來已經兩次了 麻煩大家一下 中國的造艦水準還是有基本的能力 所以這種事情大概不太會發生 福建號跟前兩艘遼寧、山東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它的飛機起飛方式改成彈射 遼寧跟山東他們兩個都是屬於滑跳式 滑跳式就是要靠飛機自己啊 駐跑啊 然後衝上那個像滑雪那個滑跳板 那所以福建號這個彈射器呢 最近有一張流出的照片 它就是三號彈射器啊 就是最左邊這個 它上面那個棚子拆掉了 然後它這個擋焰板啊 就是飛機後面有一個板子 飛機要起飛的時候會開後燃器 會熊熊的火光噴出來 然後後面有一個擋焰板把這個氣流導到上方去 是張開的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三號彈射器 那一號跟二號目前還是遮蔽的狀態 那大家都在猜測說 它是電磁彈射還是蒸氣式的彈射 我在猜啦 我在猜應該是電磁式的彈射 因為這個磁浮列車啊 大家應該有印象 就是中國有跟德國合作 在上海那邊有一段磁浮列車 那就用超導體 這也已經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相關的技術在中國 應該也研究很久了 那為什麼說不可能是蒸氣彈射 因為蒸氣彈射是美國上一代的產品 美國最新的航空母艦福特號 它就採用電磁彈射 那為什麼不是蒸氣彈射 因為蒸氣彈射的零件超多 超難做 難做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彈射器這個東西啊 美國最強 法國有航空母艦 法國的那個 唯一一艘核能動力的航空母艦 帶高樂 它的彈射器就是跟美國買的 連那個相關的設置 其實航空母艦啊 科技程度門檻都非常的高 包括航空母艦上面的預警機 法國也是跟美國買的 因為 法國覺得自己在投資啊 下去研發不划算 它才一艘而已 未來可能會再加一艘 所以 法國歷來 最多就是兩艘航空母艦 所以為了航空母艦 它專門去開發一項技術 對它來講不是很划算 所以第一個 我認為它是 電磁彈射的可能性比較高的原因就是 第一個就是因為 中國跟德國有合作過磁幅列車 所以相關的技術他們應該掌握了 第二個是因為 蒸氣彈射啊 它牽涉到的零件啊 各方面的東西更多 那更多的情況下 美國啊 美國啊 都開發那麼久了 你看 從這個進入噴射機時代開始 美國就一直 不斷的在開發這類的技術 所以 中國沒有時間 從頭再來 縱使它 逆向工程啊 或者取得很多人家解體的行件啊 這樣來拆開來看 那個都是很久以前的設計 所以不划算 那第三個就是 因為 不管是 遼寧山東還是福建建 福建號這個 它的動力系統都還是傳統動力 那它在傳統動力 當然它是蒸氣鍋爐啊 蒸氣鍋爐這種 的動力的情況下 其實它要維持它 航件本身的 速度 運作就有點困難 所以我不認為它還會有餘力啊 再分配出來 讓它做蒸氣彈測 那電力比較簡單 它只要 發電機再 再增加一下 或許 而且 中國一直號稱 他們已經突破這個 除電 把電能儲存起來的這個技術 所以目前看起來 福建建 可能在明年 有可能會出來 海事 就是 出來海上 做一個 測試 不過真正要服役應該也是 後年的事 這 造航空母艦啊 在美國也是 非常浩大的工程 所以我們可以持續關注它 可是 不用過度的擔心 這不是我安撫大家 而是因為航空母艦的目標 太大了 不過有幾位 退役的 這個 將領啊 講的 就比較誇張 就是說 中國發展的航空母艦不是針對台灣 這 這有點倒果為因啊 所有的武器都沒有針對什麼 而是 打台灣能不能用嗎 可以啊 對於你的東部 就有威脅啊 還有你的這個 戰力保存的疏散地啊 航空母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戰略或戰術性的這個載台啊 它又可以出現在出其不意的地方 所以說 中國發展航空母艦不是針對台灣 它是可以針對任何人 好不好 它不是針對台灣 所以這 其實 其實某些 退役的這些人 他們都慢慢的把這個 退役的這個 身分啊 讓大家對他們的信賴感 逐步的降低啊 感覺他們的素養好像 普普啊 雖然我們是退役啦 可是 我們只是小蝦米嘛 沒有像人家有長腳啊 所以這 我不曉得 這 他們這樣子的 妄言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所以這 把最近 福建艦的狀況跟大家 分析一下 這 我們的航空母艦 台灣就是一艘 不成的航空母艦 所以這是對美國來講 它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艦 那可是對中國來講 假如它取得台灣 台灣就是它 進入太平洋的門戶 所以 這個對於雙方的戰略價值 都是無價 嗯 然後有關福建 福建 好了 我們就聊到這邊 有空再繼續替大家關注 好 拜拜